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从风光无限变成如今的阶下球 让我们一起揭开秦辉那跌宕起伏的商业帝国 以及他如何在美国犯下诸多罪行后被遣返回未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从中国媒体大亨到美国政治干预罪犯的起伏人生 秦辉一位中国亿万富翁和媒体大亨 最近因在纽约实行考道捐献计划 而违反美国选举法被驱除美国 这位55岁的商人在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 于5月9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 被判处7个月监禁和两年的监督释放 根据报道 他被发现以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款 犯下移民欺诈以及制造虚假身份证件 根据3月达成的认罪协议 秦辉同意放弃他欺诈性获得的美国永久居民身份 并被移除出境 在服完刑期后 秦辉直接被带到机场 登上了一架飞往不明目的地的飞机 根据美联社和HSI的声明 没有透露他具体的目的地 秦辉曾经风光无限 以其奢华的生活方式和对媒体的热爱而闻名 在北京经营着一家曾经文明霞德的豪华夜总会 天上人间后 他通过收购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上市公司 积累了财富 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帝国 然而 由于卷入两起重大贪腐丑闻 并且在一次失败的借壳上市尝试后 被中国债权人追逃 秦辉逃往美国 在那里 他一直保持低调 直到2023年10月2号 被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在其曼哈顿公寓逮捕 违法政治捐款计划 今年3月 秦辉认罪 承认在纽约市的一场竞选活动 以及纽约和罗德岛的国会候选人竞选活动中 非法捐款总额达11600美元 他承认把钱给其他人以他们的名义捐款 因为作为非公民 他无法向他支持的候选人捐款 秦辉的律师亨利·马祖瑞克 马兽瑞克是一位著名的白领犯罪辩护律师 他告诉美联社 秦辉只是想像公民一样参与选举 候选人的名字并未被公布 检察官表示 这些捐款是在竞选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此外 秦辉还认罪欺诈性的申请绿卡和佛罗里达驾驶执照 包括在使用别名 McLamley时 虚假声称从未使用过其他名字 并在申请中使用假银行和信用卡对账单 这些信息来自美国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 叶总会传奇 秦辉于1968年10月出生于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达县 其父亲是一名士兵 带着年幼的秦辉来到北京 在那里 他结识了未来的第一任妻子 退休高级官员的远亲 他的背景并不深 但他充分利用了这段关系 一位接近秦辉的人士评论道 在铁矿石进出口业务中赚取了一些利润后 他投资了一家豪华夜总会 天上人间 从而声名缺起 这家夜总会位于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内 应提供大量美女陪同客人而闻名 内部人士认为 这家夜总会在其巅峰时期 每年可创造2000万到3000万元人民币 约80万到40万美元的利润 凭借这个平台 秦辉积累了财富 并与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名人建立了关系 2003年6月 他在北京车展上 以888万元 购买一辆兵力 成为公众新闻人物 股价起伏 随着中国股市在2000年代初的快速增长 和整体看涨情绪 秦辉通过一系列涉及上市公司的投资和测资举动积累了财富 例如他以5000万元买入的股票 赚取了1.25亿元的利润 二天的年 秦辉成立了浊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并于2001年成立了SMI战略媒体国际公司 后者成为一家电影和媒体集团 然而 他在香港扩展业务的努力并不顺利 收购活动花费了他约4亿港元 约5120万美元 一位香港市场内部人士表示 其中一笔交易他支付的金额远超过其价值 这表明秦辉并不真正了解资本运营 一些被收购的公司 后来记录了数千万元的亏损 一些接近他的人认为 秦辉是个准黑社会人物 依赖于他在北京业总会天上人间培养的关系 并在个人和商业交易中缺乏诚信 曾多次违约 其他人则认为秦辉有想法和雄心 但缺乏实现这些想法的能力和工作态度 SMI公司的前董事长李伟 曾告诉财经杂志 秦辉把自己搞得太分散 试图用有限的资金建立无限的帝国 贿赂泛滥 最终大量的收购和日益增加的运营成本 在2000年代中期对秦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财务困境中 他转向银行和机场基础设施集团寻求贷款 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官的说法 秦辉被发现曾在2002年至2005年间 六次贿赂中国建设银行前董事长张恩造 以获得6亿元的贷款 张恩造于2006年因接受总额420万元的贿赂 被判处15年监禁 另一位被秦辉贿赂的高级官员 是首都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长李培英 从2002年4月到2003年11月 李培英帮助秦辉从该集团获得6.3亿元的贷款 交换条件是总价值1870万元的贿赂 李培英于2009年8月被判死刑并处决 目前尚不清楚秦辉是否因卷入这两起贿赂案件而受到惩罚 失败的尝试和重建 自2004年下半年起 秦辉的公司开始出现财务困难 甚至不得不取消计划与当年9月举行的SMI公司周年庆祝活动 在其商业帝国大部分被缩减后 秦辉在2010年代试图重建其媒体品牌SMI 投资于影院、电影制作、广告和旅游业 秦辉还在香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 包括SMI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到2017年底 SMI控股成为全国前三大影院连锁之一 在中国拥有365家电影院 并制作了一些票房大片 2018年 秦辉被福布斯列入亿万富翁名单 估计净资产为18亿美元 然而 由于票房预期未达和竞争加剧 该公司深陷债务危机 到2018年 SMI控股被指控拖欠运营费用 全国许多电影院关闭 在2017年与投资巨头中资集团合作进行的 借壳上市尝试中 资产充足努力被终止 三家中资集团内的公司指责秦辉 这些中资公司表示 秦辉希望上市的成都润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成都润运 已被多家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并且秦辉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五年 这是根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中裁委员 会的一份文件显示的 中裁委员会于2021年4月裁决 秦辉及其公司应向中资公司支付他们持有的 成都润运相关股份 并应延迟支付股权收扣款 而支付每家公司1.5亿元的额外赔偿金 新的开始 由于秦辉当时已经居住在美国 中国债权人向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 提起了海外执行申请 他们表示 秦辉已经转移了他的资产 引用了他以10美元的价格 将其纽约住所转让给第二任妻子及其母亲的事实 这些信息来自财信看到的法院文件 秦辉于5月8日 吉卡被驱逐出美国的前一天 申请了个人破产 美国法院在同一天 驳回了债权人的索赔 曾未找到可执行的资产 债权人的律师在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表示 秦辉将因其反抗行为而获得奖励 将被释放到一个外国国家 在他隐藏的资产中享受奢华的生活 据纽约时报报道 在被驱逐出境后 秦辉的律师马祖瑞克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 我毫不怀疑 他很快将在国际商界重新获得声誉 并拥有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 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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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